第21章 发现奥秘 魔山当中竟然有着让虚拟宇宙公司都眼馋的传承 罗锋暗自思量起来 魔山的历史无比悠久 在虚拟宇宙公司未曾掌控太初秘境前就已经存在 那么这样一座自然形成的魔山 若是蕴含传承 那么所蕴含的传承绝对非同一般 让不朽神灵们都进去闯荡就很正常了 可是 真的有传承吗 罗锋眉头紧皱 很有可能 九星海土著们称呼魔山为传承禁地亿万年 肯定不会无缘无故这么称呼 肯定有点缘由 罗锋眼睛越来越亮 而且巴巴塔探测到的那个老者那么自信说 说经常有不朽神灵闯进去 估计也有点事实依据 不朽神灵进去 干什么 能吸引不朽神灵的 恐怕还真不是普通层次宝物 那个老者说 虚拟宇宙公司经常安排高贵存在和不朽神灵进去 恐怕 是将我和其他殿下认定为一些高贵存在 他们并不知道 我们是在执行修炼任务 罗锋一笑 忽然整个人愣住了 不对 罗锋眼睛瞪得滚圆 眼眸中迸发出骇人光芒 修炼任务 错 错 错 罗锋脑海中灵光闪现 瞬间猜到一些奥秘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这句话果真没错 我们这些执行修炼任务的 根本没想明白 可是土著强者们 却恐怕真正看到了事实真相 修炼任务 纯粹是冒险的话 虚拟宇宙公司 完全可以建造出一些冒险环境 来专门来让天才们冒险 有必要 非要送到一些遥远的其他秘境的一些 自然诞生的神秘之地中冒险吗 罗锋眼睛亮起来 恐怕让我们执行修炼任务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给我们一些突飞猛进的机会 从雪落世界任务 可以看出 虚拟宇宙公司的培养思维 雪落世界的雪落金 属于禁物 可是 虚拟宇宙公司 依旧让我们进入其中 执行修炼任务 为什么 就是让我们有机会 融合雪落金 实力悟性等方面 都有一个提升 罗锋眼睛一亮 对 就是这样 修炼任务 不单单是磨炼 恐怕还有一些特殊机遇 等待着我们这些天才 罗锋眼睛眯起 脑海中则是回忆起 之前经历的几次危险级任务 第一次是雪落世界任务 自己得了大机缘 占了大便宜 可是很显然 得到这个机缘 也是虚拟宇宙公司给的机会 第二次是龙塔星任务 自己当初闯荡猎杀一头头龙时 曾发现龙塔星上很古怪 因为龙塔星上诞生的龙类存在 实在太多 且强横无品 一颗古老星球上 诞生这么多强大龙族 有些不可思议 而龙塔星的圣地 就是一座巍峨的宝塔 又称龙塔 然而 那座龙塔周围强大的龙族太多 自己当时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 并没有鲁莽地闯进去 第三次虚空锁牙任务 虚空锁牙 那是悬浮在虚空中的无尽山崖 山崖深渊间 则是有着一条条诡异粗壮的锁链 虚空锁牙实在太诡异 罗峰当时无比警惕 仅仅只是 潜入山崖深渊数千公里深度 搜集好任务物品后 就立即逃之夭夭 五次危险级任务 这第六次是绝境级别任务 这绝境级任务更是简单 两个任务 一是生存三个月 奖励十万积分 二是生存三年 奖励三十万积分 这些地方 没有一个简单的 单单考验人 磨炼人 以虚拟宇宙公司 几乎无所不能的能耐 可以人工建造出些危险环境 没必要辛辛苦苦 送人去一个个秘境奇险之地 而且如血落金 更是近物 罗峰眉头微皱 估计这些地方都有一些秘密 而且这些秘密 有些对我们估计还大有好处 虚拟宇宙公司的目的是什么 锻炼 培养 这些奇险之地蕴含的一些机遇 其实才是修炼任务真正隐藏的奖励 没错 应该是这样 否则没必要让我们硬是去一个个危险之地 只是为了历险 没这个必要 让我们去血落世界 恐怕也希望 有人能成血武者 来至黑武者 让我们去龙塔兴 虚空索牙等地 估计也有些期盼 让绝世天才们进入魔山 恐怕也暗含希望 希望我们能够得到 这传承禁地的传承吧 罗峰连点头 心中越想越觉得 就该是这样 这才是培养天才的正确思路 魔力的同时 也给予一些机遇 不管成为黑武者 还是得到禁地传承 估计都很难 否则拥有着魔山亿万年的九星海 早就有一些得到传承的天才的传说了 虚拟宇宙公司 也不至于要派遣一些不朽进入了 罗峰暗自点头 这座古老魔山 十有八九有着传承 且得到传承 非常非常难 虚拟宇宙公司 仅仅是给予天才们 一个得到传承的机会 对 绝对没错 血弱世界外 驻扎着天时宫 让天时公主 那等伟大存在驻扎 那虚空锁衙 也有着一个个苦修的不朽神灵 在虚空锁衙上 这魔山山脚 也驻扎着大量的戒主和不朽 单单看那些一座座巍峨宫殿就知道 不朽神灵何等得多 罗峰暗自点头 没大秘密 假设只是个失恋地 安排这么多不朽干什么 罗峰站在岩石冰层上思索着 越想越肯定 脸上都露出兴奋之色 罗峰 你在前方十九 六宫里正有着一头高约三十九米 长相类似地球上的熊 通体银白色的怪兽 它正在靠近过来 巴巴塔声音在罗峰使海中响起 嗯 罗峰眼睛一亮 仔细朝前方看去 片刻遥远处便看到一头憨厚可居的银白色大熊 这头大熊双眸银白色 全身仿佛银白色冰块雕刻而成 正慢悠悠地走着 幻兽 魔山当中和魔鹰并列的一个威胁幻兽 幻兽 是魔山当中自然生成的一种奇特生命 它们由魔山那极冰冷能量汇聚形成 蕴含着很简单的意识 论聪明程度 恐怕还不及地球上过去的小猫小狗 可以说 非常的蠢笨 可是正因为无比蠢笨 幻兽们只知道一件事 凡是发现非幻兽生命 就去攻击 任何计谋面对它们简单到极致的意识 都无效 它自然一散的能量强度判定 它的实力媲美宇宙及三接 巴巴塔声音在罗锋使海响起 吼那头鹰白色大熊看到罗锋 顿时激动地发出一声咆哮 而后飞奔着窜来 速度倒是极快 只是一道迷蒙残影 就轰隆隆冲到罗锋身前 这么可爱的幻兽 罗锋拔出血影战刀 瞬间一个闪身 就掠过那幻兽大熊 同时战刀 直接切割过那大熊的头颅 吃 头颅被削掉一截 坚硬的冰块抛飞 撞击在旁边的岩石山壁上 发出清脆撞击声 可是这头幻兽丝毫不停 继续咆哮着 吼吼不断地攻击罗锋 吃 铺 刀光一次次闪过 罗锋一次次伤害这头大熊 最终整个幻兽完全四分五裂 无数碎冰块在地面上 好奇特的生命 整个身体完全由坚硬冰块构成 我就算将它四分五裂 它那简单意识 依旧没有溃散 罗锋惊奇看着地面上无数的冰块 只见这些碎冰块 正在缓缓靠拢 两块冰块碰触 便迅速融合 资料上说幻兽不死 原来是这个道理 罗锋摇摇头 迅速离开了 他可没耐心 去跟一头比猫狗意识 还简单的幻兽 去不断杀 这次运气好 遇到的幻兽比较弱 摩山中的幻兽 最高是媲美借主巅峰的 而且 一些幻兽 还经常集体出现 在一晶莹剔透的 幽深广阔的岩石冰层通道中 穿着黑色战甲 黑色弯角的金兽男子 一双眸子 隐隐燃烧着火焰 他仿佛闲停散步一般前进着 同时无形的世界之力 在周围一千公里范围内 弥漫搜索着 嗯 他眼睛微微一亮 搜 瞬间化作一道流光 以他界主六阶的实力 几乎瞬间 便沿着曲折的广阔通道 瞬间冲到一千公里外 在一千公里外 一名狱主八阶老者 和一名宇宙级九阶青年 正在小心翼翼前进 彼此还低声交谈 爷爷 我们只要再坚持两天 就到一个月了 嗯 到时候 我们就能加入虚拟宇宙公司了 什么人 爷孙二人瞬间看到 一道流光袭来 面色大变 当即又要逃跑 哄 炽热的火焰猛的弥漫开 将周围数公里范围 完全燃烧起来 那狱主八阶老者 和宇宙级九阶青年 都直接被焚烧至死 嗯 黑色弯角金兽男子 那双燃烧着火焰的毛子 扫射那宇宙级九阶青年尸体周围 没有魔云藤残骸 随即单手一招 将一空间护臂 空间戒指都拿到手中 仔细探查了一番 也没有红色身份令牌 哼 这个宇宙级九阶 不是神主要找的目标 黑色弯角金兽男子摇头 目标没找到 反而黑色令牌 都凑了一千多了 继续 这黑色弯角金兽男子 又继续开始探索起来 世界之力搜索着周围 上千公里范围 第二十二章 追杀 寒风顺着广阔冰层通道呼啸 罗锋顶着寒风忍着冰寒 一步步闪电般前进着 要 死 一些风声 混合形成奇异的声音 有些高炕到耳朵 都无法听到 却直接渗透至罗锋的石海中 那种幻祸 翘无声息 伴随着奇异风声 时而变强 时而变弱 罗锋双眸目光灵力 一步步前进着 丝毫不为之所动 哼 仿佛自己那宛如刀锋般 灵力纯粹的意志 被无形的音波震荡渗透其中 令整个人都是一阵 罗锋身体都微微一颤 不由微微变色 还真是可怕 我没有丝毫警惕下 这幻祸之音 竟然威力 猛地提升数百倍 罗锋心中震惊 那些风声彼此混合 就在之前某一瞬间 刚好形成某个极强叠加效果 令罗锋那般坚定的意志 都有瞬间的震动 真正的威胁 一般是在看似安全环境下 突然到来 不愧是魔音 罗锋瞳孔微微一缩 随即又继续前进 前进数千公里后 便来到金银剔透的冰之世界 无数的冰层覆盖在岩石层之上 形成一个个广阔而美丽的洞窟 在那些洞窟外 自然形成各种冰层条纹 很是美丽 足足816个洞窟 近哪个呢 罗锋目光一扫 忽然落在遥远处 一个略微成八边形的幽深洞窟 盈盈感觉到 这洞窟口成八边形的幽深洞窟 似乎有些特别 就是它吧 完全凭前意识判断 罗锋迅速窜进这个幽深洞窟 这817个洞窟交汇处 偶尔便出现一个土着强者 从某个洞窟出来 而后又进入其他某个位置洞窟 半小时后 黑色弯角金兽男子 从其中某个洞窟走了出来 看着其他816个洞窟 不由皱眉 这么多洞窟 嗯 黑色弯角金兽男子 目光落在那洞窟口 成八边形的幽深洞窟 这洞窟感觉不一般 进去瞧瞧 So 一步便已经跨入了 那幽深洞窟内 幽深洞窟 宽约12公里 高度各处不一 冰层或是犹如长矛 倒挂悬在头顶洞窟上方 或是呈各种奇怪雕刻形状 在岩壁上 黑色弯角金兽男子一边走 世界之力一边浮散上千公里范围 御主即八街 金兽男子眉头微皱 身体瞬间模糊 同时便穿梭上千公里追杀过去 而看到远处人影冲来 吓得正在飞速逃跑的一名大胡子 银白长脚中年人回头一看 顿时面色一变 连喊道 火焰借主 我是巨星门的 轰 火焰喷发 瞬间将周围树立范围化为火海 那未遇主及八街中年人 瞬间便被焚烧致死 知道我是乌奇 就更不该活着 黑色弯角金兽男子冷哼一声 不管这次能不能杀死目标 就算得到足够的黑色令牌 我最后还是会故意不拿出令牌 当作闯魔山失败回宗内 我堂堂借主 可不想去虚拟宇宙公司 被别人呼喝来呼喝去 这代表九星海强者的两种观点 第一种是成为强者 加入虚拟宇宙公司 去浩瀚宇宙中闯荡 大多数强者都不甘心 只是留在九星海 第二种则是在九星海高高在上 不想加入虚拟宇宙公司成为底层 受不了被人呼来喝去 而火焰借主乌奇便是第二种 黑色令牌挺多的 竟然有足足726枚 黑色弯角金兽男子摇摇头 本没想得到多少黑色令牌 转眼都得到超过2000枚了 继续前进 他悠闲的前进 可实际上却很警惕 对他而言 这魔山中最危险的 反而是魔鹰 传说中最可怕的魔鹰 连很多戒主巅峰强者都抗不住 瞬间迷失 成为行尸走肉 半小时后 嗯 宇宙急久间 黑色弯角金兽男子眼睛一亮 他时刻保持幅散开 上千公里范围的世界之力 正探查到新的对象 希望就是目标吧 已经失败过 百次的戒主乌奇 心中暗道 So 瞬间冲向目标 距离黑色弯角金兽男子 约有近千公里外 同一个广阔幽深通道内 罗锋正不断前进着 华 世界之力掠过 罗锋本人没有丝毫察觉 依旧前进着 罗锋 刚刚有世界之力扫过 时刻保持探测状态的 巴巴塔的声音 猛地在罗锋尸海中响起 什么 罗锋吓得一跳 赶紧走 罗锋连施展开身法 瞬间化为 幻影朝远处逃逸 速度飞快 虽然在逃跑 可罗锋并不是太紧张 因为这些天 在魔鹰山当中 也的确远距离发现 过界主 自己都是早早逃之夭夭 而界主一般也是 根本不在乎 去追杀一名宇宙级的小家伙的 所以 一直没有遭遇到危险 估计和过去一样 距离拉远点 就没事了 罗锋按道 罗锋 他离你不足20公里 巴巴塔尖叫道 到了 他追上来了 罗锋猛地掉头一看 哄 肉眼都能看到 远处那名化为 火红色流光的 黑色弯角金兽男子 那男子正盯着罗锋 杀意识那般明显 我操 堂堂借主有必要 追杀一名宇宙级吗 罗锋一咬牙 刷 和体内世界的魔杀族 分身瞬间切换 对于危险情况 罗锋是早有各种准备方案 所以 在刚刚闯魔山时 体内世界中的魔杀族分身 就已经变得和地球人 本尊一模一样 一样有着黑色长角 一样体表有着银色战甲 而且 连魔杀族分身蕴含的生命气息 都和地球人本尊一模一样 显然是靠天赋秘法复制 因为就算是同一个灵魂不同分身 因为生命形态不一致 气息还是有些区别的 所以得靠天赋秘法复制 So 魔杀族分身立即施展开 幽影秘点 速度完全爆发开 生死一刻 酷不得气他了 黑色弯角金兽男子 借主乌奇 一如既往般很悠闲地去追杀发现到的宇宙及九阶年轻人 总之有杀错无放过 咦 竟然似乎发现我了 竟然在逃 可惜 速度太慢 借主乌奇 饶有兴致地追击 他随意的速度 都比罗峰地球人本尊极限速度要快得多 很快二人距离就缩小到二十公里内 二人都能一眼看到对方 此刻 罗峰瞬间切换身体 他好像发生了什么变化 借主乌奇心中一动 因为罗峰切换身体 几乎没有时间间隔 加上模样 穿着 生命气息都一模一样 这借主乌奇 虽然隐隐察觉 那一瞬间似乎发生什么变化 却根本没意识到 被他观察的罗峰 瞬间已经切换了身体 磨砂族分身 速度全爆发 或许论最高速度 磨砂族分身 还无法和借主六阶的乌奇相比 可是论瞬间爆发速度 磨砂族罗峰 绝对是远远超过那乌奇的 So 一瞬间 磨砂族罗峰就窜到数千公里外 完全消失在借主乌奇的世界之力 探查范围内 什么 这么快 乌奇面色一变 宇宙级九阶 怎么可能这么快 至少九星海内 绝对没这样的人物 能达到这么惊人速度 肯定用了特殊手段 估计就是神主要追杀的目标 乌奇已经杀了不少宇宙级九阶 却从来没遇到过 这么诡异的 首先是提前发现他 其次是跑得太快 这令乌奇意识到 很可能遇到正主了 追 哄 借主乌奇化为一道流光 沿着广阔岩石通道迅速追去 同时 世界之力也疯狂扩散开 一直扩散到一万公里范围 顿时又再度察觉到 远处逃逸的那道身影 然而 这幽深通道并非是直线 而是曲折的 所以 借主乌奇根本无法一直加速 就好像地球大涅盘前的百米赛跑 直线奔跑 或许能跑近十秒 可假设是曲折S型跑道 一百米的跑道 曲折个十几次 根本没法爆发出最高速度 一个道理 借主乌奇 磨砂族罗锋都是瞬间加速 减速 转弯等等 在这种环境下 在空间法则上感悟极高 且是宇宙空间本源杵的磨砂族分身 展露出了它最大的优势 瞬间爆发速度 咻 咻 咻 三个闪身 就消失在借主乌奇的上万公里范围的世界之力 探索范围内 幸亏通道曲折 否则恐怕只能使用金角巨兽分身了 磨砂族罗锋鞭桃 心中暗道 通过八八塔的探测能判断 对手应该是借主六阶 当初在血弱世界 磨砂族分身曾经以御主级九阶实力 击杀了私庸 私庸是借主五阶 可是 血弱世界的战斗秘法很一般 那些念力兵器也很普通 因为血弱世界和虚拟宇宙公司算是敌对状态 可九星海不同 九星海其实等于是被统治 那九颗古老星球很多宗派 都有不朽存在 都有飞船 所以 论秘法论兵器等 九星海要比血弱世界要高不少 磨砂族分身 杀私庸 都是无比艰险 而现在这家伙 借主六阶 估计又有不朽存在教导 论秘法 法则感悟等方面 估计都比私庸强 加上本身能量 也比私庸强整整一倍 除非用金角巨兽分身 否则硬拼没希望 磨砂族罗锋 一次次闪身 一次次远远逃逸 这种极限速度下 几乎一分钟 就冲出了这条广阔幽深通道 哄 极限逃逸下的罗锋猛地减速 瞪大眼睛看着前方 前方是 无比广阔的冰山石灵 一头头或是高达数十米 乃至数百米 千米的幻兽 小则只有半米长的幻兽 简直随处可见 一眼看去 足有数千头幻兽 其中有几头幻兽气息之强大 比后面追杀自己的戒主还可怕 数千头幻兽 几乎大半同时掉头看来 哄 罗锋瞪大眼睛 不敢前进 又不敢后退 心中怒骂 我真是到了大霉了 早感觉这八边形洞口的幽深通道 似乎不一般 还真他妈的不一般 给我一口气来数千头幻兽 第23章 前狼后虎 广阔的冰山石灵 景色优美 各种黑石冰层 形成独特景色 而在这片广阔的冰山石灵中 则是生活着一群愚蠢到极致 却又可怕到极致的幻兽 体型有大有小 按照实力高低 自然形成了各自的地盘 这纯粹是一种潜意识 这数千头幻兽中 最弱者能够媲美宇宙级 最强者媲美戒主巅峰 其中达到戒主级的幻兽 以罗锋目测 得有12头幻兽 而戒主9届巅峰的幻兽 则是三头气势最磅礴的幻兽 其中一头身体长约两公里 仿佛一头巨型蜥蜴 它身体寒冰所形成的灵甲 清晰能看清一片片 还有一头是成人形 高大壮硕 约有800米高度 仿佛机械傀儡般的 巨大人形幻兽 最后一头是有着 六对寒冰翅膀的兄弟 飞禽类模样的幻兽 这三头戒主巅峰幻兽 分别占据这冰山石林的 三个区域 他们周围都聚集着 大群大群的幻兽 前有群狼 后有恶虎 我怎么办 罗锋猛地减速 一下子有些惊木 吼吼 一眼看去 茫茫上千公里范围内 那数千头幻兽 大半都愣愣傻呼呼 转头看着罗锋 几乎毫不犹豫地 最靠近洞窟方向的 数百头幻兽们 立即都咆哮起来 同时或是飞行 或是飞奔 或是一次次闪身 犹如万马奔腾般的气势 冲向罗锋 杀 杀死一切非幻兽存在 这些幻兽们 亦是简单到极致 可以让无数闯魔山的人头疼 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让幻兽不敌对人类 而且 幻兽是一种特别的生命体 它们没有灵魂 如果将其切割开千百份 也仅仅都是些冰块 可这些特殊冰块 却蕴含着独特的意识 也不知道这意识的承载物 到底是什么 灵魂类攻击 根本对其无效 轰隆隆 数百头各类幻兽同时冲锋 冰山石灵震动 一些冰层直接被撞得碎裂 我操 罗锋一瞪眼 一咬牙 拼了 瘦 化为一道流光 直接撞击 向那冲进来的幻兽群 因为罗锋本身实力气息并不强 所以被吸引冲击来的数百头幻兽中 最强的是一头约借助一两阶实力的幻兽 其他都是御主级 宇宙级水准的幻兽们 而化为流光 冲击向幻兽群的罗锋 磨砂族分身的优势 速度瞬间爆发 哄 罗锋和一头有提早的 宇宙级八阶九阶气息强度的幻兽 直接撞击在一起 对不起了 罗锋手持着血影战刀 直接怒刺向眼前这头有着四体 披甲的奔跑幻兽身体 御主级九阶和宇宙级八阶九阶 巨大的实力差距 令罗锋瞬间就刺穿了 这头幻兽身上的冰块 轰隆隆咔咔咔咔 无数冰块被刺穿绞碎 罗锋整个人就钻进了这头幻兽体内去了 钻进幻兽体内的瞬间 变 罗锋双眸一亮 划 整个人瞬间化为黑色气流 同时黑色气流凝聚起来 迅速变成了一头憨厚可爱的 全身由冰块形成的熊 模样完全是仿照罗锋击杀的第一头幻兽 只是高度降低很多 只是八米多高的一头熊类模样幻兽 复制 天赋秘法 复制 气息完全变成曾经击杀过的那头熊类幻兽的气息 其实所有幻兽的气息都差不多 唯一的区别是 气息强大与否 当然 人类强者和幻兽的气息是截然不同的 说来缓慢 实际上罗锋冲到冰山石灵前 遭到数百头幻兽冲杀过来 便瞬间冲向其中一头幻兽 火星撞地球般的撞击 剧烈的爆炸 无数的冰块四射开去 地面上滚落的一地的各种冰块 吼 一头八米多高 通体冰块构成气息 约是宇宙级三阶强度的憨厚的冰雄类幻兽 正从爆炸开的冰块中走出 还发出一声低吼声 其他另外数百头幻兽们 立即减速停下 寻找着他们的目标 那个人类 可是 看不到了 比小猫小狗还要简单无比的意识 根本不会去思考 为什么人类消失 这群幻兽们只会一件事 既然找不到人类舞者 那就掉头回老巢继续生活呗 借主乌琪 完全化为一团燃烧着的火焰 以惊人速度追着目标 一定是他 宇宙级九阶 却能够提前发现我 而且 逃跑的时候 速度竟然达到那般不可思议的地步 他肯定有一些特殊秘法 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宝物 而这些绝对不是九星海内的舞者高手们 所能拥有的 借主乌琪 双眸火焰灼灼 一定是神要追杀的那个目标 唯有神都想杀 却不敢亲自杀的宇宙级九阶人物 才有这等手段吧 乌琪当然明白 他们千辛宗的太上宗主 都要跪拜下称呼主人的存在 是何等地位 而那等存在 都不敢用其他手段 去杀一个宇宙级九阶年轻人 只敢透过他们 用虚拟宇宙公司允许的规则 在魔山中击杀那位年轻人 很显然 那位年轻人的地位肯定很高 背景也非常的特殊 至少这背景的可怕 不是那位伟大存在 所能招惹的 明白归明白 可乌琪没得选择 如果违逆 那么他们会立即死去 所以只能尽心地去找 而且在魔山中 杀人是符合虚拟宇宙公司规则的 还没听说 在魔山中杀人要负罪的 哄 借主乌琪 瞬间冲出洞口 冲到冰山石灵地带 我的老天 借主乌琪一瞪眼 前方广阔的冰山石灵中 数百头幻兽正在减速 那撞击爆炸的碎裂冰块 正在落地 那头八米多高的冰雄 还在咆哮 哗 那数百头幻兽 以及冰山石灵中 其他安安静静的幻兽们 似乎都感应到了 借主强者那庞大的气息 同时都转头看去 数千头幻兽 几乎九成九 同时看向那冲进冰山石灵 吓得立即减速的借主乌琪 吼借主 久接巅峰气息强度的 当先闪电般冲向借主乌琪 吼 那蜥蜴幻兽麾下的 其他几头借主级幻兽 还有更多的上千头幻兽们 各个咆哮着 跟着他们的首领蜥蜴幻兽 疯狂地冲向那人类舞者 而高大人形幻兽 兄弟飞禽幻兽 这两头借主九阶巅峰幻兽 只是看过来 却没有追杀 整个冰山石灵中 约三分之一的幻兽 冲向借主乌琪 我 我的老天哪 借主乌琪瞳孔一缩 面色煞白 这么多幻兽 哄 转头就立即化为 一道火焰流光 钻入那幽深广阔洞窟中 迅速逃逸 作为九星海的强者 乌琪非常清楚幻兽的可怕 那些幻兽虽然蠢笨 可是却没有致命要害 就算将其劈成两半 幻兽依旧继续攻击 所以 同层次的人类和幻兽 反而没致命要害的幻兽 更加可怕些 灵魂攻击无效 刀剑劈砍 完全无效 吼 蜥蜴幻兽 快如闪电 当先追去 后面四头戒主级幻兽 紧跟其后 随后 就是一大群遇主级幻兽们 咆哮着追着 吼 一头可爱的兵雄类幻兽 也跟随着其他大量的 过千头宇宙级幻兽大军 轰隆隆地沿着洞窟 追杀着过去 那头兵雄 那银色眼眸扫过四周 还好 果真和我像的一样 这些意识简单到极致的幻兽们 完全是将我当成同类了 泽泽 我现在身体结构 气息啥的 完全是标准的幻兽啊 磨砂族罗锋变成的这头兵雄 在浩浩荡荡的幻兽大军中 一边心底嘀咕 一边随着大流奔跑 追杀着那位戒主乌齐 当然 真正追杀的主力 是那戒主巅峰的蜥蜴幻兽 和那四头戒主幻兽 后面的大军 纯粹是跟着自家首领跑的 戒主乌齐拼了命 歇斯底里的疯狂逃着 世界之力 则是浮散着上万公里范围 时刻探测着后面的追兵 真是太倒霉了 我仅仅是追一个宇宙级小家伙 竟然追到幻兽的老巢了 数千头幻兽啊 有三头是戒主九阶巅峰幻兽 这三头任何一头 都能轻易击杀我 戒主乌齐 这时候哪还顾得上什么追杀命令 他只知道 要保住自己的性命 宋 宋 宋 曲折迂回的幽深通道 时而广阔 时而略显狭窄 戒主乌齐灵活无比地不断转弯 加速等 相比较而言 单单身体长度就达到两公里的蜥蜴幻兽 显然奔跑起来 受到影响更大 因为幽深通道 一般都是仅仅数公里宽 所以无法爆发出他应有的最快速度 之前因为通道缘故 戒主乌齐 没能追上罗锋 而此刻 又因为通道缘故 戒主乌齐 甩掉了蜥蜴幻兽 甩掉了 已经离我超过上万公里范围了 戒主乌齐当发现 世界之力探索的上万公里范围内 已经没有蜥蜴幻兽 顿时暗松一口气 可他还是不断飞行奔跑着 硬是不断地奔跑 一口气跑到了这幽深通道的尽头 那817个洞窟交汇处 那个宇宙及酒街 估计是被幻兽群杀死了吧 戒主乌齐朝后面的八角形洞口 洞窟看了看 微微皱眉 按照神的命令 必须确认那家伙身份 才算完成任务 可是他死的地方 是在那冰山石灵 第24章 是谁 要确认罗峰死去 最重要的是得看到魔云藤的残骸 而红色身份令牌 也有辅助证明效果 我进冰山石灵 遭到那群幻兽 围攻的话 都必死无疑 更别提他了 但是 我得确认他身份 戒主乌齐站在817个洞窟交汇处 交集难耐 怎么办 闯也不是 走也不是 先进虚拟宇宙网络 找其他人看看 戒主乌齐 分出一丝意识 迅速连接虚拟宇宙网络 和血络世界不同 九星海 作为被虚拟宇宙公司控制的地方 经常有土著戒主 不朽去浩瀚宇宙中 闯荡过回归家乡 这就令九星海中 会有宇宙飞船 虚拟宇宙网络意识感应器 等一些物品 虚拟宇宙 一座古朴的大宅子内 八雁 八雁 戒主乌齐坐在椅子上 面前浮现屏幕 很快 屏幕上出现了 另外一名黑色弯角男子 是千辛宗这批六人中最强者 戒主九届的八雁 乌齐 你找我有事 屏幕中八雁问道 我想我找到目标了 乌齐双眸 好似燃烧幽冷火焰 哦 八雁露出一丝喜色 这个任务实际上是烫手山芋 他们都很清楚 要击杀的目标背景肯定不小 可是却不得不来 如果戒主乌齐 能够杀了目标 八雁当然是开心无比 连追问道 确定吗 没法确定 乌齐摇头 怎么回事 八雁疑惑 是这样的 我之前发现一个宇宙级九届青年 戒主乌齐开始描述起来 从头到尾都说了一个遍 八雁沉默片刻 你错了 八雁说道 错 哪里有错 我都差点死去 那宇宙级九届必死无疑 而且他能在我手上逃脱 绝对不是我九星海的人 戒主乌齐自信得很 是 他的确不太可能是九星海的人 八雁说道 可是乌齐 你忘了一点 这摩山是经常会有虚拟宇宙公司的一些高贵存在进来闯荡 那些高贵存在 各个是宇宙级九届 且各个手段多得很 你遇到的那个 的确很不一般 可是 并不一定就是目标 很可能是另外的某一位高贵存在 呃 乌齐愣住了 是 八雁说的没错 来摩山闯荡的地位极高的宇宙级九届 可不单单只有一个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乌齐皱眉 我是留在这洞口等机会 还是继续去找 这样 你暂时先在那洞口守着 八雁连道 等过一段时间 你悄悄潜入洞窟 直至靠近那冰山石灵 你小心翼翼收敛气息下 应该不会被发现 你偷偷看 是否有那摩云藤的残骸 我估计 那些愚蠢的患兽 还不至于毁掉摩云藤残骸 乌齐私存了下 点了点头 广阔幽深的通道内 庞然大雾般的蜥蜴患兽 在发现目标人类戒主消失不见后 一口气又追了十数万公里 依旧没追到 也就停下了 宋 宋 仅仅片刻 后面四头戒主及幻兽 也迅速减速 停在蜥蜴患兽后 吼 蜥蜴患兽 仰头发出一声怒吼 令整个通道都微微震颤 吼 其他四头戒主幻兽 也仰头咆哮 随即蜥蜴患兽掉头 开始返回了 那四头戒主幻兽 也跟在后面 追杀人类时 他们跑得快 可回去的时候 却只是随意奔跑着 速度 约只有刚才的三分之一 怎么回事 返回了 茫茫患兽大军中的一员 那八米多高的 可爱兵雄看着四周 只见患兽们都停止奔跑 轰隆隆的有很多患兽 都跟随着 那头回来的首领蜥蜴患兽 开始返回了 虽然蜥蜴患兽等 五头戒主患兽都在返回 可其他过千头患兽们 却并不完全一致 大部分患兽返回 还有少部分慢慢悠悠地行走 甚至有十余头患兽 继续沿着通道 朝那人类戒主逃跑的方向 小鸡都在一起跑 可依旧有些和大部队脱离 难怪我之前曾经遇到过 单个的患兽 兵雄罗锋晃悠着 却悄悄注意着四周情形 患兽们是抱团 喜欢群居 可偶尔还是有些患兽 傻乎乎地脱离族群的 也不知道那戒主死了没 如果死了 我就能离开这通道了 如果没死 估计也逃得远远的 我照样能够去其他地方 兵雄慢悠悠地 和其他十余头患兽 都朝人类戒主逃跑方向前进 时而兵雄还奔跑一会儿 时而漫步 其他十余头患兽 偶尔也会用那冰块形成的 庞大身躯 轻轻撞下兵雄 在和十余头患兽 一道前进的途中 兵雄罗锋奉奔跑了一段 将其他患兽们甩开了 这才开始加速 朝通道洞口方向奔跑 片刻后 罗锋探测到世界之力波动 就是之前那名戒主的 奔跑中的兵雄 开始很自然地减速 还故意用身体 前进了一段后 又转头开始返回 有患兽 在817个洞窟交汇处 守着的黑色弯角 金兽男子 眉头一皱 随即暗松一口气 是一头宇宙级三阶强度的患兽 真是够愚蠢的 身体还摩擦撞击冰层 傻乎乎的 他也懒得去杀一头患兽 而且乌奇本人之前 实在是被追怕了 怕杀这头患兽 吸引来其他更多的患兽 嗯 返回了 这才对 回你的老巢去吧 戒主乌奇露出一丝笑容 那头患兽已经返回 且走出他世界之力浮散的范围 山石冰层幽深洞窟通道中 冰雄慢吞吞地走着 当走出世界之力范围时 罗峰 我们已经离开世界之力探测范围 呼 冰雄的眼眸 隐隐有了一丝神采 没想到那名戒主还没走 刚才所在位置 离817洞窟交汇处 有103公里 根据距离我推测 那名戒主 很可能躲在817洞窟交汇处 时刻探测着 巴巴塔一时交流道 那里非常安全 一旦他发现 有利害患兽追杀 可以立即钻进 其他一个洞窟通道 估计患兽根本猜不到 他去的哪个通道 可是他没离开 令我不得不怀疑 怀疑什么 罗峰连问道 患兽群的可怕 那戒主已经很清楚 他待在那洞窟交汇处 虽然安全 可还是有可能被患兽追杀的 最安全的方法 是远远离开着 可他没有 在魔山中 他不去搜集令牌 反而苦手洞口 加上之前那般拼命追杀你 我不得不怀疑 他真正的目标 就是罗峰你 巴巴塔说道 是我 罗峰眉头一皱 回忆事情过程 的确 这名戒主 现在时刻警惕待在洞口 不敢有一丝松懈 如果不是为了击杀自己 根本没必要待在洞口 提心吊胆 他为什么想杀我 罗峰皱眉 土著强者 想要加入虚拟宇宙公司 一是在魔山待一个月 或者是搜集一千黑色令牌 或者一红色令牌 可是以借主六阶实力 搜集一千黑色令牌 或者待一个月 都很容易 根本没必要在洞口时刻 提心吊胆 他即使怀疑 罗峰你是虚拟宇宙公司的某位殿下 也没必要非要杀你 一来击杀某位殿下 对他将来在虚拟宇宙 公司发展并不利 二来 他也没这个必要 我推测 有人想要罗峰你死 或者是想要其他两位殿下中的某位死 巴巴塔说道 想要我死 罗峰脸色一变 按照资料 此时 进入魔山的虚拟宇宙公司 核心成员 包括自己一共三个 他的目标 应该是 你们三位殿下中的一个 巴巴塔很确定 而其他两位殿下 是不是进的魔音山 还难说 所以 真正目标是 罗峰你的概率 应该达到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谁要杀我 我没得罪谁啊 罗峰皱眉 有时候 你不认识的人 都会想杀你 有时候 你得罪人 你自己都不知道 巴巴塔说道 我跟随你老师六千多万年 见过的尔虞我诈太多了 我奉劝你 必须小心 这次闯魔山 可不简单 明白 冰雄低头发出一声低吼 开始返回冰山石灵 因为这岩石冰层通道的岩壁 实在太厚 表层的冰层 或许能够弄得均裂开 碎开 可是后面达到几公里厚的岩石层 就没办法了 连借主强者都只是拼命逃 而没去撞岩石层 就表明一点 这座巍蛾魔山的材质黑色岩石 其实是非常坚硬的 片刻后 冰雄慢悠悠地回到冰山石灵 广阔的冰山石灵中 一头头患兽们安静生活着 冰雄罗峰的到来 根本没有引起其他患兽的在意 后 一头六百米长的 玉主及九阶气息强度的 飞禽类患兽 冰雄正趴在冰层上 随意地一掀寒冰翅膀 那寒冰翅膀 直接将旁边路过的冰雄 给陷的跌倒滚动了几圈 而后冰雄 才略显笨诛地爬起来 在这幻兽老巢冰山石灵中 冰雄穿梭于诸多幻兽之间 不断前进着 既然没法从那边通道出去 只能看看 这冰山石灵的另一头 有什么路了 罗峰暗道 冰雄慢悠悠地前进着 偶尔还发出一声低吼 第25章 死亡陷阱 冰山石灵周围地带的幻兽群 分成三个群体 蜥蜴幻兽 巨型人形幻兽 飞禽幻兽 这三大戒主巅峰幻兽 统领的三个群体 磨砂族罗峰变化所形成的冰雄 慢悠悠的 傻乎乎的 和其他幻兽们一样走着 大概花了三个多小时 总算完全走出了幻兽群范围 靠 冰雄罗峰暗松一口气 回头看了一眼 后面茫茫冰山石灵中 一头头幻兽生活着 总算是走出幻兽群范围了 冰雄罗峰 这才稍微轻松点 原本傻乎乎的冰雄的眼眸 也有了一丝光彩 看向前方 路的前方 依旧是茫茫冰山石灵 只是偶尔有一头 和族群走散的傻乎乎幻兽 反正没法后退了 那洞窟的另一头 那冥界竹死死守在哪 我现在 只能继续前进 冰雄罗峰时而奔跑起来 时而慢悠悠 仅仅片刻 在他视野范围内 就根本看不到其他幻兽了 眼前进阶是茫茫冰山石灵 这冰山石灵 一眼看不到头 罗峰继续以冰雄模样前进 啊 呜 魔鹰时强时弱 侵袭着罗峰的灵魂 焕惑着罗峰的意识 一旦被完全影响 就会变成行尸走漏 麻烦了 冰雄罗峰前进速度减慢 那银色眼眸中 有着一丝忧虑 越是深入这冰山石灵 偶尔会遇到更加可怕的魔鹰 是 无声无息的魔鹰 侵袭罗峰的灵魂 冰雄罗峰身体都隐隐一颤 这魔鹰强度 恐怕普通的戒主三阶 都被直接控制 罗峰暗金 根据幻境海的一座座岛屿 和一些资料 也能够大概推测 正常不同实力 所对应的意识 意识程度 单单论意识方面 自己恐怕能够媲美不朽了 只是意识强度弱 所以被卡在幻境海 意识威压 仅仅是一种幻火 所以罗峰更擅长抵抗 这也是 罗峰选择魔鹰山的缘故 你 诡异之极的声音 刺入罗峰灵魂 顿时万千幻境浮现 一重又一重幻境 接连让人沉迷 单单要度过这万千幻境 恐怕就不知道多少年 破 纯粹到极致的意志 绝对没有一丝妥协 完全摒弃一切影响 so 冰雄直接化为黑色气流 无尽黑色气流凝聚成人形 最后化为黑色弯角青年人类模样 此处距离刚开始发现的 幻兽群所在 已经有十余万公里 加上已经超过十万公里 没有发现一头幻兽了 所以还是变回人身状态吧 切换 罗峰变回地球人本尊 这魔杀族分身平常 还是不要显露出来好 罗峰看了看旁边的一座岩石冰山 刚才这里的一股魔鹰 恐怕借主六七阶的强者 都要抗不住 好怪异 罗峰眉头微皱 进魔鹰山也有一段日子了 可是洞窟中遇到的魔鹰 大多很微弱 连宇宙级都能抗住 偶尔才遇到能换获宇宙级 极少数才能遇到 换获御主级的魔鹰 至于能换获戒主级的魔鹰 极少极少出现 看着前方依旧茫茫的冰山石灵 罗峰眉头皱着 欲加觉得诡异 这片石灵 魔鹰威力太过可怕了 看这情形 越是深入 所遇到的魔鹰 偶尔便会出现更强的 如此下去 恐怕下次就能遇到 足以换获戒主巅峰的 再提高 恐怕就是换获不朽神灵的魔鹰 到那时 罗峰自己都没信心扛过了 继续走下去 罗峰思寸着 走 罗峰一咬牙 双眸发亮 我的承受极限我很清楚 现在这魔鹰 离我承受的极限 还差得很远 我倒要看看 这片冰山石灵的魔鹰 到底会强到什么地步 罗峰继续前进 随着继续前进 遇到的魔鹰实强实弱 不过整体而言 魔鹰威力的确是呈上升态势 又走了约有十万公里左右 刚才那股魔鹰 是我进入魔鹰山 所遇到的最可怕的魔鹰 应该能换获正常的 戒主巅峰强者了 罗峰咬着牙 双眸眯起 目光都好似刀光般 都实质化了 眼神是心灵的窗户 显然罗峰已经警惕到极致 意志意识凝聚到极致 离我承受极限 还有好一段距离 罗峰继续前进 时刻保持极度警惕 不敢有一丝大意 然而仅仅走了两千多公里 便走到了这茫茫 冰山石灵的尽头 前方出现了熟悉的 三条宽阔洞窟通道 洞窟通道 冰山石灵到头了 罗峰露出一丝笑容 且心生疑惑 这冰山石灵充斥的魔鹰墙 没其他秘密 罗峰回头 看了眼后方 茫茫连绵数十万公里的 冰山石灵 总感觉这冰山石灵 应该有些特殊才对 随便选一个吧 罗峰直接走向前方 三个宽阔洞窟的中央 一个广阔幽深的洞窟 这洞窟宽度 足有近二十公里 高度也有七八公里 与之相比 罗峰就是小不点 就好像蚂蚁 走在人类的宽阔走廊上似的 当罗峰距离洞口 约数十米时 即将一步跨进去时 轰隆隆 凭空一股不可思议的 可怕吞吸力量 从眼前幽深洞窟中诞生 周围空间 瞬间形成肉眼可见的漩涡气浪 地面的一些岩石冰层 都被吞吸得脱离地面 被吞吸进那幽深洞穴中 而罗峰更是措手不及 搜 整个人 直接被广阔幽深 洞窟吞吸 就仿佛被一张大嘴 给吞吸似的 靠 什么玩意 罗峰一瞪眼 哐 在被吞吸的同时 一股无声的魔鹰 直接钻入罗峰的石海中 就仿佛巨大的铜锣猛的敲击 几乎在一瞬间 感觉自己的抑制意识 就仿佛陷入狂风巨浪中的一条船 巨浪一重接一众 小船好似随时倾覆似的 so 因为魔鹰干扰 罗峰陷入随时倾覆境地 根本顾不得其他了 整个人就这么被吞吸进去 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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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见罗峰的手臂处 猛地射出一条条无比粗壮的深红色漫藤 一条条无比粗大的漫藤 或是直接插在地面岩石冰层内 无数的细藤叶子都渗透抓着地面 还有更多的主漫藤 都是直接闪电般延伸到极致 直接抓住了洞窟的洞口 洞窟宽度近20公里 而御主级九阶巅峰的魔云藤 每一条主藤蔓的长度 都远远超过这点距离 就仿佛一个有着很多找的大章鱼 疯狂抓住洞窟边沿各处 植物生命的力量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轰隆隆可怕的吞吸之力 就算魔云藤 拼命依旧开始一根根主藤蔓 直接崩的断裂开 啪 啪 啪 硬生生断裂 那些被细藤叶子渗透的冰层 直接被剥离 我的老天 魔云来得快 去得快 罗峰瞬间恢复清醒 看到魔云藤一根根主藤蔓断裂 立即心中一声低喝 切换 嗖 地球人本尊瞬间变化为魔杀族分身 而魔杀族分身 此刻已经变化成了一只约有30厘米长 6厘米宽 最宽处 的飞缩 飞缩两头肩 中间圆 滑溜溜的 因为飞缩的体积 要比正常人体型小太多太多 加上本身形态结构 使得遭到的吞吸之力 比人形时小了数百倍 So 空间的闯耳魔杀族分身 在吞吸力只有之前数百分之一后 终于从容抵抗住吞吸力量 迅速飞出了洞窟 当魔杀族分身飞缩离洞窟距离超过百米时 之前可怕的吞吸之力瞬间消失无踪 滑 飞缩化为黑色气流 而后凝聚成人形 罗锋盯着眼前的三大幽深洞窟中的中央一个 回忆起刚才一幕 不由心中发寒 瞬间遭受的魔鹰 连我也只是拼命才抵抗住 一般戒主巅峰 绝对抗不住 而那吞吸之力 磨砂族分身变形后 还凭借擅长的空间法则才 最终冲出来 罗锋看着前方的洞窟口 心中无比惊惧 如果被吞吸进去 会是什么结果 不知道 罗锋 巴巴塔这会儿才有声音响起 这是典型的宇宙秘境中的死亡陷阱 什么死亡陷阱 罗锋心中连问道 浩瀚宇宙 最诡异莫测的 便是一个个宇宙秘境 这些宇宙秘境 都是原始宇宙演变刚开始时 发生些特殊变化 造成一个又一个宇宙秘境 所有的宇宙秘境 都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 而危险程度也不一 危险形式也不一 有些危险是光明正大的 虽然很可怕 可那还好 可是有些危险却很突兀 明明看似安全 危机却突然降临 就好像眼前的洞窟口 这魔鹰山 有亿万个洞窟通道 其他都很安全 唯独你现在毫无戒心进去 突然遭到吞吸之力 魔鹰双重袭击 我敢说 这幽深洞穴深处 还有更可怕的危机 巴巴塔说道 这种突然降临 毫无征兆的危机 算是死亡陷阱 不知道 多少不朽存在 多少才华横溢的天才们 多少伟大强决的存在 在死亡陷阱中陨落 巴巴塔说道 罗锋一正 他忽然想起 当初老师真眼王 曾经说过的一位绝世天才 在借主巅峰 就能够击杀封猴极不朽 然而 那位绝世天才 最终却在宇宙秘境中陨落 太初秘境 虽然被虚拟宇宙公司给掌控了 可还是有一些极少数特殊地带 即使是虚拟宇宙公司 也没法完全控制 巴巴塔说道 都是如此 你务必要小心 我当年跟随你老师 见过太多这种情况了 太多强者死在这上面 这种死亡陷阱 有些是蕴含宝藏 有些是真正的绝路 罗锋连点头 随即转头看向左侧右侧 另外两个幽深洞窟 往回走 没路离开 那借主在那死守 往前走 眼前三个洞窟 中间一个不能走 我该怎么走 第26章 狱主九阶的对手 三个幽深洞窟在眼前 既然已无回头路 罗锋再度变化为一枚飞梭 尝试着进入左侧的那幽深洞穴 咦 没有吞吸之力 也没有那般可怕的魔鹰 在幽深洞窟中以飞梭形态 一口气飞行了十余万公里 终于飞到了这洞窟通道的尽头 前方出现了38个另外的岩石冰层通道 同时 地面上还看到三具尸体残骸 这里有人来过 看来还算安全 飞梭化为人形 总不能以飞梭形态不断飞行吧 被其他舞者 精神念师看到 一定会吃惊的 三天后 以地球人本尊 伪装成黑色长脚青年的罗锋 正小心翼翼前进 心情却很轻松 自从沿着那左侧幽深洞窟 离开冰山石林后 就再也没有遇到那般诡异情况 一切都很正常 就好像刚开始进入魔鹰山的那段日子一样 偶尔碰到些土著强者 偶尔遇到落单的患兽 魔鹰威胁也不大 现在看来 冰山石林地带的确很特殊 罗锋回忆那段经历 浴室深入冰山石林 遭遇到的魔鹰侵袭就越强 直至最后到尽头 遭到那幽深洞窟的吞噬 和魔鹰侵袭 逃过这一劫后 反而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危险 那幽深洞窟 就是个终止点 总感觉那幽深洞窟 有什么秘密 罗锋前意识中这么认为 想什么呢 在想之前冰山石林 遇到的那个吞袭洞窟 巴巴塔声音响起 嗯 我就知道你会想 对 危机常常伴随着机遇 像这种死亡陷阱很可怕 危机一重皆一重 不过如果能活下来 反而可能因此有些惊人收获 巴巴塔说道 这也是很多伟大存在 喜欢闯宇宙秘境的缘故 不过 人得有自知之明 宇宙中郁郁宝物之地 数不胜数 可很多强横存在 却在那些宝物前 一个个陨落 巴巴塔道 你最强的金角巨兽分身 现在都没踏入街主级 你就想闯这种死亡陷阱 连不朽都可能陨落 至于你 死亡概率超过99% 除非真的是走了狗屎运 罗锋瞬间清醒过来 入口就这么可怕 恐怕里面自己还真的扛不住 多强的实力 做多大的事 不能贪婪 贪婪 会丢掉小命的 罗锋看着眼前一眼 看不到镜头的茫茫岩石冰层洞窟 寒气清袭着身体 不由有一种渺小感 和浩瀚宇宙的诸多神秘之地相比 自己这点实力 实在太弱小了 连不朽都一个个陨落 自己跟不朽比 就是只小蚂蚁 努力 只有成为真正的超级强者 在这强者如云的浩瀚宇宙中 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才能保护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罗锋深吸一口气 继续前进 罗锋所行走的岩石冰层洞窟深处 一名身材精瘦 约有两米六高 整个人乍一看好四竹竿 额头长着两长长的银色长角 还有着山羊胡子 看容貌 显得有些苍老阴冷 这金兽山羊胡老者 正惬意地躺在一片岩石冰层雕刻形成的躺椅上 双眸闭合间隐隐有着金光闪烁 鼻腔中还发出舒适的哼声 重点 重一点 两名土著青年 一个在敲着腿 另外一个 则是帮那金兽老者按摩肩膀 旁边还站着十二名 或是清秀 或是帅气 或是憨厚 或是永汉的青年 有宇宙级 也有御主 嗯 金兽山羊胡老者睁开眼 笑眯眯看着眼前 为他敲腿的宇宙级青年 过来 老祖 那宇宙级青年 咽了咽喉咙 老祖让你过去 旁边站着的 一名御主级男子贺道 那名宇宙级青年 忐忑地靠近过去 金兽山羊胡老者 黑黑笑着 伸出那干瘦的手 抓着宇宙级青年的手 嘖嘖夸赞道 年轻就是不一样啊 那宇宙级青年 猛地缩毁 有意思 金兽山羊胡老者微笑着 强大世界之力 压迫着这宇宙级青年 就仿佛用绳子捆腹着 令那青年动弹不得 直接拉到眼前 你杀了我吧 杀了我吧 那宇宙级青年 忽然嘶喊起来 都流出了眼泪 真有勇气 如果有勇气 你可以自杀的 金兽山羊胡老者忽然转头 看向幽深洞窟通道的远处 只见远处 一名黑色弯角青年正在走路 此刻也是猛地嘎然而止 二人相聚过百公里 可此刻 他们都能清晰看到对方 呜 泽泽 又是一个宇宙级九阶的小家伙 看看他的眼神 警惕 内敛 坚毅 我却看不到丝毫恐惧 极品货色呀 我喜欢 金兽山羊胡老者微微一笑 卡姆撸 你亲自去 将他给我抓来 是 师父 旁边站立的实力最高的 御主级九阶男子 恭敬英生 随即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标射过去 罗锋看到远处金兽山羊胡老者 特别对方是主动散发气息 便感觉不妙 借主级强者 估摸世界主级六阶 或者七阶水准 逃 罗锋掉头就走 我家老祖看上的 就别想逃掉 一名银色弯角男子 身影如电 迅速追来 小家伙 你放心 我家老祖不会杀你 只会疼你 罗锋脸色一变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操 喜好南风的家伙 宇宙中 种族亿万计 喜好南风的是有很多 可是人类族群 总体上的风俗 还是男性配女性 这是大道 而喜好南风的 虽然罗锋很不爽 可也不至于去管 可是现在 竟然轮到自己头上 怎么不恶心 罗锋 没想到 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巴巴塔说道 那个恶心的老头 罗锋咒骂着 之前看到在他旁边的 宇宙级青年 估计就是被他 强迫弄到手的吧 真他妈的恶心 宋 后面欲阻击九阶的 银色弯角男子 迅速追过来 因此 一开始 彼此距离就超过上百公里 这一追一逃 瞬间变到了数千公里外 别反抗 否则我不小心 就会将你给伤着了 到时候 老祖会心疼的 银色弯角男子 瞬间冲到罗锋前方 去死吧 罗锋双眸一寒 宋 切换身体 瞬间切换成 磨砂族 分身变成的罗锋模样 因为这是罗锋鸡皮疙瘩 都起来了 所以懒得用地球人 本尊去杀 地球人本尊靠魔云藤 虽然能杀死 玉主及九阶 可是估计要多花些时间 麻烦些 磨砂族分身 那就简单多了 扫 幽影换身 罗锋本人瞬间 到了银色弯角男子身后 刀光亮起 扑 战刀掠过 银色弯角男子的胸腹 直接沿着战甲缝隙切开 刀镜肆虐 直接轰碎那颗命盒 银色弯角男子瞪大眼睛 这 原本弱小的对手 瞬间消失 接着自己 就被杀死 这根本是毫无反抗之力啊 真他妈的恶心 罗锋看了这尸体一眼 瞬间身体闪烁 远远逃离开去 咒着 嗯 卡姆撸 怎么现在还没回来 师父 可能是那宇宙级小家伙 宁死不从 师兄多耗费些力气吧 旁边的另外一名 御主级青年说道 哼 山羊胡子老者一声低哼 世界之力弥漫开去 不断延伸 瞬间便幅散到 银色弯角男子尸体所在 哼 山羊胡子老者双目怒瞪 猛的一挥手 原本在旁边 被他细血的那宇宙级青年 直接轰的一声爆裂开来 整个人都直接化为碎肉碎骨 吓得旁边其他人们 个个远远避让开 我的卡姆撸啊 谁杀了你啊 我要杀了他 山羊胡子老者咆哮着 瞬间化为流光冲了过去 同时 世界之力疯狂延伸开去 然而 磨杀族罗锋是何等速度 早就窜出这条通道了 这老者怎么可能找到 罗锋一口气连逃百万公里 通过七个幽深通道 这才停下 虽然听说 也曾经见过 可是这种好难封的强者 竟然要抓我 还真让人感觉恶心 罗锋回头看了眼 我现在实力不够 如果要施展金角巨兽分身 可这洞窟宽材十几公里 金角巨兽身体长度那么惊人 根本无法活动 算了 罗锋连摇头 懒得在想 如果实力够遇到这种 要抓自己的家伙 早就一巴掌拍死 半天后 罗锋坐在冰层上歇息 愤出一丝意识 连接虚拟宇宙网络 在家里和妻子徐星 以及大群孩子们玩到着 混沌城修炼三十年多点 对应原始宇宙一百年 加上血落世界八十年 这令现在罗锋的家族 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罗锋 前方十九 两公里处 有一名御主级九阶男子 正在前进 八八塔声音响起 罗锋那愤出的一丝意识 迅速回归 抬头看着前方 很快 前方便出现了一名 御主级九阶男子的身影 那男子身体低矮壮硕 有着一对黑色弯角 又是御主级九阶 罗锋摇头 嗯 远处十余公里外 那名低矮男子 一眼看到罗锋 眼眸中 似乎都迸发出一丝凶光 第27章一九 即雷射枪 宇宙即九阶 低矮男子帕拓 看到冰冷岩层通道中远处的 那黑色弯角青年 顿时心中冷笑 小子 遇到我算你倒霉 帕拓 他正是这次千星宗派来的六人之一 那破鱼侯 当时从千星宗中选出六人 三名戒主 和三名御主九阶 三把一九级雷射枪 分别给了三名御主 显然破鱼侯 是将杀手锏留在这三人身上 帕拓就是三名御主之一 这些天来在魔鹰山中 帕拓小心翼翼 唯恐走到危险地方 被魔鹰给换或成为行尸走漏 同时 一路来 他肆意杀戮 很多宇宙籍 御主都死在他手上 一般遇到戒主时 他会逃跑 可是曾经有一个戒主追杀他 帕拓当时毫不犹豫 就使用了这一九级雷射枪 这雷射枪的威力的确大得可怕 瞬间击杀了那名戒主 连戒主遇到我 也得死 有这一九级雷射枪的感觉 真是痛快啊 可惜 只能短暂使用一段时间 等离开魔鹰山 还要归还给神 帕拓很舍不得 他很清楚 这一九级雷射枪的昂贵程度 他帕拓全部身家拿出来 恐怕也不及七百万分之一 帕拓冷笑看了远处黑色弯角青年一眼 小子 要怪 就怪神吧 So 帕拓化作一道闪电霹雳 直接冲向罗锋 准备开始他禁魔鹰山后第七百六十二次杀戮 行走在严寒的古老幽深洞窟中的罗锋 看着远处的那低矮男子 玉主及九阶 没危险 嗯 他竟然直接杀过来了 如果你有点高手风范 不欺负我这宇宙及九阶 我也懒得杀你 可现在就别怪我了 罗锋的心态 一如既往 根本没将一名玉主九阶放在眼里 毕竟单单摩云藤 都是玉主及九阶了 哄 罗锋猛地一踩地面 岩石表层凝结的冰层 直接裂开几道缝隙 整个人直接冲向远处 那低矮男子 枪 斩刀出鞘 哈哈 一个宇宙及九阶小家伙 也敢跟我动手 帕拓眼眸中略过一丝不屑冷笑 而全身垫舌缠绕的他手 持着一柄弧线弯刀 瞬间就到了罗锋身前 手中弯刀化为一道妖异的血色 青色缠绕的月光 华 月光略向罗锋的头颅 好刀法 罗锋露出一丝笑意 身形飘忽 竟然直接靠近帕拓两三米距离 血影战刀也亮起了绚烂的光滑 幽影七绝刀 昙花 当 二人刀锋撞击的一瞬间 原本自信十足 脸上还有着一丝宁笑的帕拓 脸色陡然大变 他感觉到双方战刀撞击瞬间 从对方那传递来不可思议的可怕冲击力 冲击力之强 连他这御竹九阶舞者都有些抗不住 手臂都有些发麻 怎么可能 他 帕拓心中瞬间掀起滔天巨浪 他仅仅只是宇宙及九阶啊 怎么一刀有这么可怕的威力 御竹九阶和宇宙及九阶 相差整整一个大级别 从能量程度上说是相差差不多一千倍 按理说 一招就能灭杀 在我九星海绝对没这么变态的家伙 难道他是虚拟宇宙公司的某位有背景的人物 帕拓脑海中瞬间浮现过一个个念头 按照他知晓的 能够让宇宙及九阶爆发出那么可怕力量的 也就是一些辅助生命的 辅助金属生命 辅助植物生命 辅助能量生命等 这些能附体的 一旦附体 能够让主人发挥出超强实力 难道他就是神要杀的目标 他之所以攻击强 是因为有魔云藤 帕拓心中压抑的狂喜 就算不是有魔云藤 也肯定是有其他辅助生命 魔云山中 没几个有背景的大人物 他是神要杀的目标的可能性很高 杀 用雷射枪 将他给杀了 二人战刀的瞬间接触 帕拓脑海中 便闪过诸多念头 瞬间就决定使用一九级雷射枪 因为在他看来 眼前这人即使不是目标 那也是某个大人物 想法一定 帕拓当然是想要先拉开距离 赶紧走 当 当 当 罗锋一旦近身 配合幽影身法 以及弹花刀法 就无比的可怕 超近距离的刀光闪烁 的确危机重重 帕拓想要闪躲逃跑 可罗锋的刀实在太凶悍了 他根本不敢分心 眨眼功夫 双方交手十余次 是 二人瞬间分开 帕拓暴退的同时 心中暗松一口气 总算找到机会退开了 这家伙用刀就跟疯子一样 超近距离不断厮杀 太疯狂了 而罗锋健壮却是暗叹 摩云腾终究只是辅助植物生命 他附在我身上 虽然能够让我力量暴增 可是 这股力量终究不是我自己的 我用起来 明显无法完美如意 连刀法施展起来 都达不到巅峰效果 否则刚才 他就算能够逃开 最起码也得受伤 心中想法 只是一闪而逝 想逃 罗锋抱和冲去 做梦 帕拓化作闪电 迅速拉开离 同时宁笑 回头看了眼罗锋 哼 摩云腾辅助状态下 飞窜速度并不够快 罗锋眉头一皱 当即一挥手 手中猛地延伸出 十八条细细的藤蔓 然而随着延伸长度越长 这藤蔓不断地变粗 十八条深红色藤蔓 瞬间就变得有十余米粗 仿佛十八条可怕的大蟒蛇 上面还分叉出一些细藤 枝叶 直接包裹向那名御主 九阶舞者 帕拓 死吧 罗锋懒地追了 哈哈 果然是你 逃逸中的帕拓 却是发出张狂的笑声 在十八条粗长的深红色主藤蔓 都疯狂围剿过去时 他的身前却是出现了一机械产物 那是一纯粹银白色的 乍一看 有点类似变异后的火箭炮 炮管直径达到骇人的一米 枪身长度达到三米 这枪身上有着能量槽 也有着把手 单手就可以抓着这个骇人的大家伙 这个机械武器 显然比罗锋用过的尖心炮 要小巧秀气得多 属于单兵武器 可是这机械武器通体那种质感 炮口让人莫名产生的威慑力 却是那般令人恐惧 爹 这机械武器后方的能量凹槽上方的警示灯 已经亮起红灯 显然那名誉主机九阶对手 在拿出的瞬间就已经启动 罗锋使用魔云藤 那粗长的一条条藤蔓 仿佛巨大蟒蛇般 缠绕抓向对手时 对手身前突然出现的机械武器 令罗锋一愣 什么玩意 罗锋一正 雷射枪 他并非没见过雷射枪 当初在戒主世界中就曾经见识过 可是那样式结构都明显有所区别 逃 罗锋 危险 那机械武器出现的瞬间 巴巴塔七力声音 瞬间在罗锋使海响起 那是机械族中 雷射枪中的E9级雷射枪 而且还是E9级雷射枪中的 XTH-122系列 堪称极品E9级雷射枪 续能时间只需要短短的零 一秒 一旦续能完毕 就能瞬间射出可怕的超强激光 就是 E9级的合金材料 都会被这超强激光 直接撕裂射穿 一般的戒主9级强者 没有特殊宝物都得避命 罗锋心脏猛的一抽搐 汗毛竖起 眼睛瞪得滚圆 盯着远处对手身前的机械金属疙瘩 那 那 那竟然是E9级雷射枪 前所未有的一种金句 瞬间令灵魂都有点占领 就算之前遇到一些戒主强者 罗锋都没有陷入过这般绝境过 就算之前遭到那神秘洞窟的吞袭 那即使吞袭下去 是否死亡 也依旧是一个未知的 所以 罗锋都没有这么惊举过 此刻 却是真正的生死时刻 E9级雷射枪射出 自己的三大分身 才御主及9级的磨杀族分身 金角巨兽分身都挡不住 因为身体强度 都远远不够 当然 金角巨兽那般庞大 只要不射穿要害 还是有活下来的希望的 可是洞窟通道太过狭小 金角巨兽分身太大 根本容纳不进来啊 而想要靠速度闪躲 更是不现实 因为就算速度最快的磨杀族分身 就算加速极致 也离光速相差很是遥远 而瞬间迸发速度 离极致速度距离更大 而雷射枪射出的超强激光 瞬间迸发速度 就直接是这元宇宙速度的极限 光速 近距离锁定 光速射击 一时都来不及反应 怎么逃 破 破 那狱主九阶舞者一手 抓着一九级雷射枪 一手拿着弯刀 不断闪躲逃逸 同时挥劈开席卷来的魔云腾 魔云腾虽然厉害 可毕竟只是狱主级九阶 论层次 是和这人类舞者一样的 对方纯粹抱着防御 逃逸的念头 魔云腾或许能击杀对手 可要再短短铃 一秒内击杀却不太现实 爹 那粗壮雷射枪的警示灯 红灯灭 绿灯亮 零一秒已过 蓄能完毕 在席卷缠绕来的魔云腾追杀下 帕托面色猙獰 原本还在逃跑的他忽然停下 直接炮口对准了罗锋 这机械组顶尖科技产物 一九级雷射枪 自动锁定远处的罗锋 去死吧 帕托哈哈宁笑着 直接按动按钮 第二十八掌 毁灭之威 没其他办法了 只能一拼了 火烧眉毛的罗锋双眸中有着一丝疯狂 巴巴塔 拿出机械族飞船 明白 巴巴塔也不敢丝毫迟疑 哄 身前凭空出现了一尊 高达一千二百米的银白色金字塔 在最危险时刻 这座巍蛾的机械族飞船 堵在岩石冰层洞窟中 挡在罗锋身前 哈哈 怕托哈哈 狂笑着 按动按钮 一道耀眼到极致的光束 从那一九级雷射枪的枪口射出 光束耀眼到极致 单单蕴含的高温 比一颗恒星的最高温还要可怕 若是普通人看上一眼 都会眼睛被直接啄瞎掉 吃吃吃 那些阻拦着的粗壮的深红色藤蔓 就仿佛脆弱的豆腐似的 直接化为腐朽飞灰 轻易被贯穿 没有起到丝毫阻拦效果 哄 超级激光射在这艘机械族飞船船体上 这船体完全是一种银白色的奇异合金 当那一道蕴含着足以贯穿一颗行星的 可怕光束射在船体的瞬间 顿时吃吃吃 机械族飞船体表面银白色金属 顿时出现一凹坑 似乎那银白色金属被融化似的 同时 整个金字塔表面光线流窜 那光束中蕴含的能量 在拼命被整个机械族飞船吸收 这艘机械族飞船 是机械族不朽乘坐的飞船 船身材料本身就是一级巅峰 比宇宙人类族群建造的合金要完美得多 而且还蕴含自动恢复效果 飞船表面能够吸收攻击来的能量 可以说 作为一级最巅峰的一艘飞船 以它吸能自动恢复等能力 飞不朽 几乎不可能威胁到这艘机械族飞船 当然因为罗锋突然照出 没时间开启能量护照 若是能开启能量护照 就更安全了 虽然没能射穿机械族飞船船身 可是 没射穿 比射穿更可怕 因为光是由光粒子组成 光粒子的质量并非为零 准确说 光也是一种物质 因为正常时候的光线 和一些小微粒的激光 所聚集的光线不够多 所以 形成的质量也不够大 然而 这是能够贯穿一颗行星的可怕光束 这是能击杀戒主 九阶强者的光束 这光束蕴含的光粒子 实在太过庞大 所以每一光粒子都轻到极致 亿万光粒子依旧比羽毛还轻 可是 当聚集到能够贯穿一颗行星 能够击杀一名 借逐九阶巅峰时 这光束的重量 早就无比害人了 哄 这道炽热到极致 质量也达到极高地步的光束 轰在机械族飞船的瞬间 因为没有射穿 所以 这光束蕴含的可怕的动能 令整个机械族飞船 瞬间被轰得飞出去 地球上当年制造的一些激光 主要是靠高温击杀怪兽 而宇宙中的雷射枪等等 随着威力越来越大 万倍 亿倍 亿万倍 不断地提升 也令超强激光束 不但有着超强高温 也有着超强的动能 正常被激光射杀 都是直接射出个窟窿 然而 机械族飞船 因为硬是挡住了 导致完全承受其可怕的动能 机械族飞船被轰的 以惊人的速度 沿着激光轰击的方向 直接飞出去 就好像抬球桌上 球杆击打球后 球飞速射出去一样 机械族飞船 被这一道光束射中 就整个射了出去 因为镭射枪 原本是锁定罗锋方向 所以这机械族飞船 就仿佛被抬球 球杆精准地击打出去 撞击向目标罗锋 磨砂族分身 变 罗锋拼命朝岩石兵 曾通到的岩壁方向去靠拢 同时 磨砂族分身 则是拼命地变大 就仿佛一个巨大的橡胶似的 橡胶中央则是空的 地球人 本尊 就在这巨大橡胶核心内 这超大的橡胶一面 紧紧靠拢着后面的岩壁 哄 被那超强光束轰击的机械族飞船 直接撞击在巨大橡胶上 那无比可怕的动能 作用在这超大橡胶上 瞬间 磨砂族分身拼命变化成的 材质无比柔韧的巨大橡胶 瞬间就因为超强的冲击力 直接物质结构本身 开始崩坏粉碎 轰隆部分冲击力沿着橡胶 传递到巨大橡胶紧贴着的岩壁 整个岩壁猛地轰隆震动起来 冰层不断爆裂 朝四面八方延伸开去 无数的碎冰从岩壁上脱落 那坚韧无比的黑色岩石 此刻也难得的被镇得裂开 一些碎石直接滚落下 整个通道都震站着 而那超强光束 和机械族飞船接触面 迸发出的不可思议的高温 那是比太阳还要炽热很多很多的 周围的冰层也在疯狂融化 雾气腾绕 且不管其他 罗锋的磨砂族 分身变成了巨大橡胶 整个瞬间崩坏 而在巨大橡胶核心空洞 那些崩坏振动的橡胶 令空间都扭曲 可怕冲击力 直接作用在地球人本尊身上 哄 地球人本尊体表穿着的银色战甲 是F级金属 就算被那激光束正面击中 都不会被射穿 问 地球人本尊受到那可怕冲击力 身体猛的一颤 在皮肤表面的摩云藤战衣 直接裂开一道道缝隙 随即罗锋的皮肤也裂开 鲜血流出 骨头断裂 眼睛 耳朵 鼻子也是渗出鲜血 全身筋骨瞬间完全震端 寂静 我操啊 罗锋心中嚎叫 这是激动的嚎叫 为什么关键时刻 没有让地球人本尊回体内世界 就是因为 地球人本尊体表有摩云藤 地球人本尊穿着F及金属珠旧的战甲 这些都是一层层防御啊 那可怕动能 透过磨砂族分身后 大约三成浪费在机械族飞船上 三成作用在岩壁上 三成多作用在磨砂族形成的巨大橡胶上 估摸着也就1% 甚至于千分之一 作用在地球人本尊身上 经过战甲削弱 经过玉主及九阶 生命力强悍 柔韧十足的摩云藤削弱 剩下的冲击力 仅仅是将地球人本尊肉体弄得筋骨完全碎裂 五脏六腑完全碎裂 可至少没有像磨砂族分身一样 直接物质结构崩坏掉 如果不是有战甲 磨云藤层层削弱 地球人本尊弱小的肉体 恐怕会被撞击的细胞都直接崩坏 现在情况还好 因为磨砂族分身的核心生命金核 以及罗峰真正的核心圆核 都是在地球人本尊体内 生命金核非常坚硬 而圆核更是坚硬逆天 最后的冲击力连地球人肉体都没崩坏 这圆核当然完好 地球人身体回体内事件 磨砂族分身 凝聚 瞬间这已经完全废掉的地球人 本尊伴随着重伤的磨云藤 直接消失 而生命金核则是再度释放出 强横黑色气流 迅速凝聚成罗峰的身体 磨砂族罗峰 So 磨砂族罗峰身影一闪 便冲向那狱主九阶的敌人 帕托 他死定了 帕托手持着一九级雷射枪 探测到那高大的机械族飞船 直接被轰飞撞击在那人影上 虽然好似看到一巨大的橡胶 可是帕托依旧认定 对方应该死了 这可是一九级雷射枪 这等终极兵器 还杀不死一个宇宙及九阶小家伙 So 罗峰出现在帕托身前 你 帕托面色大变 是 刀光亮起 蕴含着空间法则的一刀 快到帕托根本来不及反应 直接将这帕托一分为二 那刀光也直接点在那颗命盒上 命盒瞬间破碎 帕托死 啪 原本帕托手持着的一九级雷射枪 也掉落在地上 砸在那因为超高温融化的 鼓鼓的水中 呼 罗峰站在原地 看着眼前被劈成两半的尸体 看着周围因为超高温融化 而直接沸腾起来的水 还有大量雾气 不由一阵后怕 实在是太 太可怕了 如果机械族飞船防御不够 恐怕直接射穿了 然后继续射杀我 没有机械族飞船做缓冲 激光直接轰击在我身上的话 我的银色战甲 虽然是F级金属铸 激光轰不破 可蕴含的动能 依旧能将我瞬间阵地粉碎 罗峰很清楚 战甲防御高并没有多大的用途 这也是为什么 宇宙中原力战衣更贵 这种战甲之类反而便宜 就好像一个人 穿着极为坚硬的盔甲 走在高速公路上 被一辆飞速的大卡车猛地撞飞 或许那坚硬盔甲能够无损 可人绝对会被冲击震死 人在电梯 电梯突然坠落 砸到地面 电梯无损 人恐怕也死掉了 都一个道理 坚硬的战甲 能够抵挡一些特殊危险 而面对这种可怕的冲击力 用处就小很多了 幸好 幸好最后成功了 罗峰一屁股坐在地上 地面岩石上热水沸腾 周围的温度最起码达到数百度 这还是因为 整个魔鹰山内 蕴含着无数的冰层 这才令温度没那么可怕 雾气腾绕中 罗峰目光落在了那一把银白色 造型简单利落的 一九级镭射枪上 一九级镭射枪 罗峰秉息 这可是真正的绝杀兵器 特别是零 一秒的蓄能时间 令这把一九级镭射枪 具有了无比可怕的威慑力 第29章 肥扬 罗峰身体一闪 便蹲在那一九级镭射枪旁 伸手便捡起这一看似 简单的机械族的一项杰作 伸手抚摸着这枪械奇异的材质 这材质和罗峰的那艘 银色金字塔飞船 船身材质很像 不过 能够隐隐感觉到 这雷射枪的材质 应该更加好些 说是枪 实际上比地球上一些大炮的口径 还要惊人 雷射枪枪口口径为一米 在浩瀚宇宙中 一些宇宙飞船 战舰的主炮 炮口都是数百米 乃至数千米 这种仅仅一米口径的枪械 在宇宙中 的确仅仅是在枪的范畴里 罗峰 这是机械族才能制造的 一九级镭射枪中的 XTH-122系列 以体积小 蓄能时间极短出名 巴巴塔一时交流道 你应该知道 科技类武器 我们宇宙人类族群 虽然也算擅长 可最高也就制造出 能灭杀戒主九阶的科技武器 至于想要制造 击杀不朽的科技武器 我们人类做不到 罗峰点头 的确如此 从戒主到不朽 是一个质的跨源 宇宙人类族群 制造的合金 最多是一级巅峰 而F级的 就肯定是宇宙中 诞生的一些金属了 制造的科技武器也是这样 达到一级巅峰后 就怎么都无法突破 制造出更强的科技武器 而机械族不同 机械族 宇宙中科技的发源地 所有族人都是智能生命 它们能够制造出 捏杀不朽的科技武器 它们能够制造出 P美F级乃至更高的合金 而且那些合金 具有比纯金属 更加优良的性能 比如当年罗峰在云莫星号中 见到的那位机械族不朽尸体 那尸体其实就是一具合金尸体 那合金便是P美F级金属 合金身体能够达到柔韧性 坚韧等等都完美无缺 的确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是机械族独一无二的 其他族群根本无法做到 能击杀不朽的科技武器 也就机械族能做到 巴巴塔继续说道 当然那种科技武器代价 也极其高昂 机械族的不朽们 也只有极少数 才拥有那种可怕的武器 罗峰点头 自己的机械族飞船上 仅仅配有一三级的雷射炮 以及尖心主炮 尖心炮虽然威力极大 可是蓄能时间却太长了 根本不适用于近身厮杀 而且尖心炮那么庞大的体积 根本不适合单人使用 同样威力 越是小型越昂贵 越是蓄能时间短越昂贵 这一九级雷射枪 这么小巧 蓄能时间又超短 可以说是借主的克星 巴巴塔说道 就是在机械族都极其少见 你老师 当年也没弄到过这玩意 多贵 罗峰连问道 价格约在五千混元单位左右 巴巴塔说道 对不朽强者而言不算太贵 麻烦的是 这属于限制级物品 有钱也很难买到 除非愿意出数倍价钱 这么贵 罗峰一瞪眼 五千会员单位 比一艘机械族飞船都要贵些 对 这雷射枪可以当作家族的镇族之宝 巴巴塔说道 比如家族内放着这么一雷射枪 假设有借主敌人 飞入你的星球领地 星球警戒系统发现敌方借主时 只需要零 一秒即可蓄能完毕 只要那借主敌人胆敢靠近 直接一枪击杀 借主连反应都来不及 罗峰连点头 对 尖心炮那玩意是厉害 可需能达到60秒 以借主巅峰强者速度 一秒钟即可飞行数万公里 直接杀到星球领地的腹地了 所以尖心炮 只能算是攻击时的大杀器 而一九级雷射枪 无论是贴身使用 还是当镇族之宝 镇国之宝 都很逆天 从今天起 罗峰抚摸着手中这雷射枪 感受着枪身上传来的冰冷温度 我又多了一张更狠的底盘 磨砂族分身瞬间迸发速度惊人 以磨砂族分身 手持一九级雷射枪 靠惊人的鬼魅速度熬过零 一秒实在太容易了 零 一秒已过 一枪即可击杀敌人 罗峰将这雷射枪 收入空间戒指中 随即又检查 那具已经冰冻的尸体 虽然之前因为超高温 导致周围冰层融化 水沸腾起来 可毕竟这里是魔山 很快 其他地方的寒气朝这里弥漫 仅仅数十秒 那些沸腾的水 就再度冰冻起来 化为冰层 原先的水蒸气 也全部凝结成冰霜冰层 啪 一脚踩裂冰层 将那帕托尸体的空间腰带拿下 不知道有什么 罗峰念力渗透进去 略意扫荡 以罗峰的眼界 普通宝物还真的不屑一顾 这帕托全部家产加起来 都远远不及一混元单位 咦 这里有三千多枚黑色令牌 罗峰惊喜地从中 取出那大批量的黑色令牌 只见一枚枚令牌 都悬浮在罗峰身前半空 黑压压的一大片 每一枚黑色令牌 都代表着一条 最低宇宙级水准的人类性命 三千多条人命 魔山 的确是九死一生 罗峰暗自摇头 希望我的身份令牌 别成为别人的战利品 一招手 将黑色令牌全部收起 加上这次的意外收获 罗峰搜集的黑色令牌总量 达到了四千三百二十枚 So 罗峰迅速飞到远处的 机械族飞船旁 仔细观看了一番 原本因为超强激光束射出的凹坑 已经变得近乎没有一丝痕迹了 看来再过片刻 就完好无损了 这合金性能 具有记忆恢复能力 真不错 罗峰按赞 巴巴塔 将它收入你的储物空间 明白 那倒在岩壁旁 体表都凝结一层冰层的 机械族飞船直接消失不见 岩石冰层洞窟中和洞窟一比 宛如蚂蚁般微小的罗峰 背负着战刀 正迅速前进着 狮子伯托 也得尽全力 遇到有点麻烦的对手 直接切换磨砂族分身 瞬间解决 罗峰走在路上 心中则是反省着之前的一战 刚才一战之所以进入死亡险地 就是因为一开始 没在乎那名狱主九阶对手 最后导致那般结果 边走 罗峰边皱眉 巴巴塔 罗峰心中喊道 那要杀我的武者 曾经高喊果然是你 而且还拿出连不朽存在 都很少拥有的一九级雷射枪 首先那名武者 只是九星海的土著 按理 绝对弄不到一九级雷射枪 巴巴塔声音响起 能弄到一九级雷射枪 估计是不朽存在 而且还是很有背景的 结合他之前看到魔云藤后说 果然是你 又结合你之前 遇到的那名追杀你的戒主 一切可以判定 某位有背景的大人物 想要杀你 这位大人物将雷射枪 给了这名狱主九阶舞者 并且告诉他你的特征 拥有狱主九阶魔云藤 而且之前追杀你的戒主 死死守在洞口 估计也是如此 由此能判断 这位大人物要杀你 安排的人手 不止一人 有戒主 也有拥有雷射枪的狱主 巴巴塔解释 罗峰瞳孔一缩 谁要杀自己 自己似乎没得罪什么人 大人物杀你 估计是牵扯到一些上层的恩怨 巴巴塔继续说道 我猜测有三种可能 一是派系斗争 二是私人恩怨 三是种族战争 因为虚拟宇宙公司的每位尊者 都独立统领一个派系 你将来是属于九件尊者这一派系 假设派系斗争惨烈 有人遇见你的威胁 就想趁机顺手将你铲除 不过 这么暗杀天才 属于很卑劣手段 若是这么敢 定是派系仇怨很大的那种 二 私人仇怨 你是真眼王的弟子 那么 别人和真眼王的仇怨 也很可能牵扯到你 可同样 敢这么做 估计也是仇怨很大 否则不至于这么冒险 三 种族战争 宇宙人类和其他族群斗争惨烈 一些强者潜伏到其他族群 暗杀其他族群的天才 这种事情并不少见 罗锋微微点头 三种都有可能 罗锋 随着你的实力越强 地位越高 那么不经意间 你得罪的人 或者是些你没得罪 依旧想杀你的人 会越来越多 巴巴塔说道 所以你必须得小心 嗯 罗锋点头 自己不能死 自己一死 现在根基依旧脆弱的地球人类 命运恐怕会立即变化 而财富惊人的平海集团 恐怕会很快 照人眼馋 后果难料 毕竟就算是虚拟宇宙公司 实在太过庞大 内部也是鱼龙混杂 利益集团多的事 这可是比宇宙国 还要庞大的大势力 罗锋更加谨慎 一路前进 沿途中 但凡遇到狱主七阶网上 都是靠魔杀族分身迅速解决 而狱主七阶网下的 则是地球人 本尊迅速解决 虽小心翼翼 可杀戮终究难免 那黑色令牌 就这么的 很快累积到4831枚 来到魔山的第75天 背负着血影战刀的罗锋 行走在寒气弥漫的古老洞窟中 忽然瞳孔一缩 遥看远处 在远处大概90多公里外 正有着两名宇宙级青年 抬着一座宫精美的雕刻长椅 那长椅上 躺着一金兽的山羊狐狼者 偶尔还哼着 在那旁边 还有着五名青年跟随 是他 罗锋瞳孔一缩 那个老玻璃 第三十章 金羊老祖 金兽山羊狐狼者眯着眼 躺在长椅上 偶尔发出哼声 自从卡姆鲁死后 这日子倒是好过了些 抬着这长椅的两名宇宙级青年中 前面的那位 长相刚毅 搭拉着眼皮 正心中嘀咕着 这金羊老祖 我早就听过他的恶名 没想到这次闯进地 竟然落到了这金羊老祖手上 忍 忍过这段日子就好了 这老祖 似乎因为卡姆鲁的死挺伤心 希望能够熬到出去 金羊老祖 九星海中颇有点名气的借主强者 他的名气主要是好男风 他门下的徒弟 进阶是他的男宠 而卡姆鲁作为麾下大弟子 也是他最宠的弟子 之前他派遣卡姆鲁去杀罗锋 反而被罗锋杀死 这令金羊老祖心中一直很伤心 卡姆鲁 我的卡姆鲁啊 金羊老祖心中哀叹 师父 师父 前面有人 旁边传来喊声 嗯 金羊老祖猛地睁开眼 一眼摇摇看去 迅速便将远处九十多公里外的那道身影 看得清清楚楚 那人有着黑色弯角 黑色短发 穿着银色战甲 是他 金羊老祖双眸立马一闪 脑海中迅速浮现出当初的画面 当时他很随意地派遣出手下大弟子卡姆鲁 去抓住罗锋 可是谁想 他宠爱的大弟子 竟然就那么地一去不复返了 仇恨的怒火充斥胸膛 金羊老祖的面色顿时猙獰起来 小子 金羊老祖猛地一声讨笑 还我徒儿命来 哄 那精美雕刻好的长椅 直接爆裂开来 令那抬着椅子的两名宇宙级青年 都吓得连臂让开 而金羊老祖则是瞬间 就化作一道金色流星 一闪而逝 直接飞向遥远处 去追杀向他心中恨极的小贼罗锋 竟然在这遇到这老拨脸 罗锋在看到远处人影的同时 毫不犹豫 瞬间切换了魔杀族分身 当那金羊老祖咆哮着飞来时 罗锋也是掉头就逃 不过逃跑的速度 却故意伪装的 比金羊老祖慢上很多 小贼 金羊老祖咬牙切齿的声音 直接在罗锋耳边响起 澎湃的世界之力 更是压迫束缚罗锋 竟然让我在这发现你 哈哈 你就受死吧 去给我死去的卡姆路徒儿陪葬吧 咆哮声中 金羊老祖迅速拉近和罗锋的距离 逃跑中的罗锋 一副拼命样子 奋力逃跑 眼眸中好似有着惊恐之色 可心底却是波澜不惊 罗锋 那借主七阶强者 距离你还有十八 两公里 八八塔声音响起 嗯 和他的距离差不多了 罗锋计算着 So 手中瞬间出现了一个银白色的精密枪械 枪身约有三米长 罗锋直接拎着这一九级雷射枪 直接按动了按钮 顿时枪械的能量凹槽旁的警示灯 立即亮起红灯 那是 金羊老祖的世界之力浮散 瞬间就发现了 远处逃跑小贼手中的精密枪械 金羊老祖 毕竟是戒主 九星海的高层强者们 一般都是 有一些宇宙飞船 也有一些智能光脑等等 来连接虚拟宇宙网络的 宇宙集九阶 眼前这个年轻人 很可能是来自虚拟宇宙公司 金羊老祖心中一颤 面对一名戒主 还敢拿出一雷射枪 他肯定是认定 这雷射枪能够击杀我 至少能威胁我 金羊老祖心中一颈 一名戒主七阶强者 亦是思考速度何等快速 诸多念头略过 也只是一瞬 逃 金羊老祖不敢赌 转头就化为一道金色红光 迅速逃逸 想逃 磨砂族罗锋这时候 法追了上来 在弯曲不断的幽深洞窟中 罗锋瞬间迸发速度 明显飙升了数十倍 从之前狱主九阶的水准 达到超越绝大多数戒主的 瞬间迸发速度 或许很多戒主经历加速后 加速到极限 会比磨砂族分身要快 可瞬间迸发速度 明显差多了 怎么一下子这么快 金羊老祖的世界之力 探测到后面的罗锋迅速追来 顿时脸色大变 他 他 之前 他是故意伪装 想到这 金羊老祖更是明白 掉进陷阱了 对方明明能够以那鬼魅身法 迅速逃掉 却故意伪装速度慢拖着他 毫无疑问 那明显是陷阱 逃不掉了 怎么办 金羊老祖急了 吃 他直接操控世界之力 却按洞罗锋手中的 那一九级雷射枪的按钮 可是却根本没能按得动 白痴 机械族的科技类武器 怎么会有这么明显的漏洞 怎么可能 让敌人遥控世界之力 就操控兵器 单手抓着一九级雷射枪的罗锋 心中冷笑 稍微高科技含量的物品 一般都是附带智能的 连宇宙人类的普通飞船 都附带智能 更别说这一九级雷射枪了 拿到雷射枪后 需要先设定下使用权限 确定权限后才能使用 罗锋也在击杀那名御主趴拓后 收了这雷射枪 专门让巴巴塔研究了一番 甚至于巴巴塔直接将侵入那智能 完成终极权限改变 这位大人 你 你是虚拟宇宙公司的大人物 饶我一命吧 是我得罪了大人 一道间隙声音在罗锋耳边响起 爹 罗锋手中的一九级雷射枪的 仅是灯亮起绿灯 蓄能完毕 老家伙 还是去死吧 罗锋身影犹如鬼魅 两次闪烁 令双方距离 仅仅只有大约八百米左右 罗锋轻轻按动了按钮 雷射枪自动锁定目标 破 一道耀眼的白色光束 从雷射枪的炮口射出 再射出的同时 就已经射在了 那借主七阶的金阳老祖身上 不 金阳老祖瞪大眼睛 眼角欲裂 眼眸中满是惊恐和不甘 以及疯狂 他拼命想要闪躲 拼命灌输世界之力 与原力 战衣来保护自己 甚至于在周围 都形成世界投影护体 哄 在那炽热耀眼的白色光束下 护体原力战衣 将那股冲击力 分散到金阳老祖全身 令其整个身体 瞬间开始崩坏 而且同一颗原力战衣 也直接焚烧洞穿 只见他从脖梗到大腿 整个躯体的中间部位 直接化为虚无 而因为冲击力 而崩坏的头颅 白色光束依旧继续设在 遥远处的岩壁上 顿时岩壁震动 无数冰层瞬间融化 而后直接沸腾 化为白雾 哗啦 顿时周围空间震荡 借助强者死去的同时 大量的物品凭空出现 落在四周 这些都是他死后 体内世界崩塌 导致那体内世界的物品 全部落在外界 真够穷的 罗锋目光一扫 黑色令牌 远处有一堆黑色令牌堆在哪 还有不少黑色令牌 散乱在四周 收 罗锋直接将那些黑色令牌 以及颇有些价值的宝物收起 至于其他乱七八糟的 对罗锋这等核心成员 虚拟宇宙公司 都是免费提供那些物品 自然 罗锋也懒得收 杀借助 得到的令牌 还真够多的 加上这一笔 我的黑色令牌 已经突破七千大关了 罗锋不由露出一丝惊诧之色 我根本没刻意 想弄到一万黑色令牌 可谁想 现在都已经达到七千多一点了 越是强者 得到的令牌越多 之前拿着雷射枪的帕拓 曾经击杀过戒主等 所以令牌极多 这金阳老祖实力强 令牌也多 说不定 我还真的有可能 弄到一万块黑色令牌 罗锋微微一笑 瞬间化为流光 消失不见 随着在魔鹰山中的冒险时间越久 罗锋也渐渐发现了一个危险 某一天 罗锋是盘息坐在洞窟中 亦是连接虚拟宇宙网络 去参悟 时空随笔 第三侧 这一参悟罗锋沉浸进进去 所以连续六天 在洞窟中一直没动 然而 罗锋却发现 这六天一动不动坐着 竟然遭到三次可怕的魔鹰冲击 这三次威力都足以换货戒主 特别是其中一次 足以换货普通的戒主 七阶八阶强者 幸好我一是强 而且选的又是魔鹰山 如果我选的是寒冰山 恐怕 我早就抗不住了 罗锋按惊 如果不是自己来魔鹰山 是别人来 恐怕早成为行尸走肉了 在魔鹰山的第109天 轰隆 远处传来震动声音 正盘西径座 已经化为冰雕的罗锋 眼睛突兀睁开 随即提表的冰层 直接龟裂开 罗锋也站了起来 转头朝远处看去 有人 随着远处的轰隆声 很快 一头高约300米的 类似星星的幻兽 正在追杀一名 宇宙级九阶少年 那少年 全身拢罩在金色战凯中 身如鬼魅 嗯 罗锋眼睛一亮 原始秘境宇宙级成员 没落 虚拟宇宙公司 原始秘境的宇宙级成员 原本有三人 加上新晋天财战的 博蓝和龙云 导致宇宙级成员有五人 而没落 便是原始秘境宇宙级成员 三名老人之一 三名老人之一 有三位 五人之一 是吴宇宙级成员